大家好,我是美食台編輯Judy 春天到了,想吃甜品的味蠢蠢欲動 今天就教大家一款網紅甜品 芋泥芝士年糕 不用烤箱就能做 步驟簡單 最適合像Judy一樣的新手小白 第一步,將芋頭和紫薯切塊 放入蒸鍋中,大火蒸15分鐘 蒸的過程中,你可以用筷子戳一下紫薯表面 看一下它有沒有熟 蒸好的芋頭塊和紫薯塊中,倒入煉乳和白砂糖 混合均勻後,用搗棍攪打成泥 把紫薯芋泥線揉成球狀,放置一旁備用 再將芝士片均勻切成小塊,四小片疊加在一起 接下來準備糯米糰 在糯米粉中,一邊加入開水,一邊用筷子攪拌 等它變成絮狀後 再用手揉成光滑的麵團 再用手揉成光滑的麵團 搓成長條 均勻分成八等分 取一塊糯米團壓扁 先在裏面包紫薯球 再包入芝士片 封口捏緊揉搓成球 最後塑形成長方體的形狀 在預熱好的平底鍋中刷入一層食用油 開小火將糯米糕煎至兩面金黃 表面微微鼓起就可以出鍋了 圓谷谷的芋泥芝士年糕外形憨憨的 用手輕輕一掰 就瘋狂拉絲和爆漿 口感軟糯香甜 吃完就變甜妹哦 我愛你 我愛你